都说二婚夫妻娇生不娇心是这样子吗 二婚夫妻真的太难了 在经济上彼此双方都没有设防 一旦触及到孩子问题就更显山漏水了 因此彼此都袒护自己的孩子 你诚心待人家 人家未必诚心对待你 各自心怀鬼胎 小方和前夫离婚后 经家里亲戚介绍下 认识了现任老公张辉 本以为开始了新婚的新篇章 可是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他们都各自带着孩子 没结婚前两人约定 都要带对方 只如亲子一般 因为考虑到父母灵异 孩子走进重组家庭 多多少少内心都有些抵触 所以双方都是小心翼翼 但是平时相处还好 一旦遇到两个孩子打闹 他们两个人都本能的锁落对方的孩子 偏袒自己的孩子 孩子成为夫妻之间的矛盾聚焦点 二婚夫妻在孩子问题上 毕竟有一方不是亲生的 所以在照顾与关心上 很容易产生分歧 即便你是善意地批评对方的孩子 也会让他不舒服 可能有时会误解你 造成家庭矛盾 而这也是很多二婚夫妻 在离婚的原因不得不承认的事 啊 经济上的问题 这应是再婚夫妻普遍遇到的一个难题 彼此在财产上的问题上大多留一手 因为经历上一段失败婚姻的两个人走到一起 彼此双方在情感上 经济上都会有所戒备 因为他们面临着在房产和其他资产上 在一切收入上 婚前财产好分清 婚后财产共有 很多爱婚夫妻都想留给自己和前夫生的子女 所以彼此都会有所防范 他们一般都会存在贸合神离的经济状态 无论是经济上情感上 他们大多都你防止我 我防止你 很难成为一条神上的蚂蚱 小编觉得其实不能一棒子打到头 再婚家庭幸福的也比比皆是 很多重组家庭男女双方 正是因为之前被爱深深的伤害过 所以更加珍惜上天给予他们的第二段缘分 他们能够反省自己上一次婚姻的失败 往往在二婚中能够多到宽容 感恩的尊重 对待自己的另一半 对待生活